马六雄两名球员林志胜和潘伟中的家人 日前遭到的检调 针对了职棒迁赌案进行的约谈 而对此呢林志胜和潘伟中 昨天举行的记者会对外说明 原来是妈妈向雨刷借了钱 那么对于自己是不是涉入打假球呢 两个人是一口同声严正的否认 还有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迁赌 也没有透过别人去做下注跟迁赌这回事 强调及身自爱 潘伟成亲自己绝对没有打假球 我爸爸跟我讲有人拿钱放在家里的时候 我是立即请他还回去 那他也有去归还 终号黑猪的男子 曾经交给潘伟伟爸爸60万元 希望帮忙打假球 但潘伟伟说父亲随即将款项退还 球场外还是其他的地方 他也没有在比赛中造假放水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生活圈的最低标准 前一天他先来回家 我在问他说 为什么会被约谈 他才老实的跟我讲 到了那天我才知道 妈妈的确曾经向雨刷借钱 林志胜说父母从小离异 妈妈直到检方约谈前 才坦诚曾经向雨刷借钱 但林志胜强调没有答应打假球 家里的支出以及费用 我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从河库到达庙都是为了我的家人 要努力 我很期幸 不可以带中华直当大方球 所以我一定尊重我的工作 不会轻易的向任何二十里妥协 为职棒生涯放弃大学学业 林志胜澄清没被检方约谈 球队两名球员召开记者会 希望能澄清外界 对自己涉入假球迁赌的疑虑 周天新闻刘家伟 黄建伟 季云台北采访报道 纸队一儿 还是阻止